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奶爸咖啡师Josh 欢迎回到我和Eva的频道 那这个视频也是隔了很久才给大家录 那前阵子因为忙找工作什么的事情 然后中间又病倒了 又得了一次口味 而且这次真的是蛮严重的 光发烧就烧了七八天的时间 那到现在嗓子还是有一些不太舒服 那如果声音听起来比较奇怪的话 还请大家见谅 那我今天拿出了一台机器 这是一台德龙的Dedica 应该是865吧 865这个型号 Dedica 865这个型号 那这是我用过最便宜的机子 为什么会想起来买这台机子 就是标题所说的 我这台机子才买了60多加币 是二手的 那为什么买这台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那台161的那台机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视频里面说 说不知道能用多久 是一个小众的牌子 然后有一天早上 就突然就烧掉了 而且很麻烦的是 修起来非常不方便 我一开始想自己修一下吧 然后就联系厂家 发现它除了开关之外 它其实坏的不是非常复杂 就是开关那个线路 整个烧掉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 它除了开关之外 所有的线啊什么的 都必须自己来做 那没有厂家是不提供的 就是说我自己尝试做线 因为这方面我实在是不是很懂 然后就失败了 然后就没办法就只能把它 我找了一家别的城市 在多云多找一家专门修 这个意识机的来修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 所以说我说正好看到一台这个机器比较便宜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用过这么便宜的机器的 那我最早接触的是在我师傅里面接触的就是辣妈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161系统的这些机器 那这个是一台原价值要200多吧 打折的时候可能200多的机器 那咖啡机坏了之后 我一开始是用那一台我之前买的Flyo Neo 那台就是手压式意识机 那我最近也是在研究了一下关于手动的咖啡机 之后想做一个视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一类的咖啡机 那之后就入了这一台 因为我看它特别便宜嘛 因为也没有特别用过这种级别的机器 因为它这是标准的这种没有锅炉 它年轻单锅炉的不是 然后它是加热块的 而且是单个加热块的这种机器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也有它的优点 除了价格之外 其实它也有它的优点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机子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上面就三个键 它开机之后就三个键就会这样闪烁 然后就是单 可以设定单杯双杯还有蒸汽 是很简单的 唯一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我普遍发现这种类型的机子 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说可以尽量把它设置成温度效率低一些 不要设成比较高的温度 那如果是这台机子的话 其实设定起来是比较简单 当然大家也不一定会用到这台机子 但如果说大家有这台机器的话 因为在北美的话 这台机子还是比较 这个价格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当它长按蒸汽键的时候 它这个三个灯就会闪烁 第一个按一下第一个 它就是调整这个温度 调成按中间就是中的温度 相信大部分的这个menu里面都会有型 我这边也不过多介绍 唯一要说的就是 这种机器的手柄 大多数这种机器的话都是用的这种 增压式的粉碗 卖二手的这个卖家只给了我一个单份的粉碗 如果大家能看得清楚的话 不知道大家能看得清楚 它这个背面只有一个小孔 你看前面是正常的粉碗的样子 然后背面只有一个小孔 就出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你看这个里面 其实是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设计 它就是分水口 但是它不是常规的这种分水口 它里面有一个塑料件 我自己用下来是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首先粉碗里没有 我之前在讲意识浓缩调节的时候 其实就讲我并不是非常排斥增压的粉碗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便携的手动意识机 增压粉碗其实是很有必要 但是这种机器 其实它的压力其实不算非常的低 所以说其实是足够你正常用 只不过就是有些入门的 不太会用意识机的人 会买一些那种提前研磨的这种咖啡粉的时候 可以不用太多脑筋 不用太想着去控制流速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增压分纹会比较方便一些 但是总的使用下来的话 是比较不方便的 因为你很难控制的压力 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手柄 这个大问题就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就是在这个手柄的底下有一颗螺丝 然后如果压力已大的话 它这个不单在这边处咖啡叶 它这个螺丝里面会漏咖啡叶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跟这个比较相似型号的 就是伯父的那台Bambino 或者Bambino Plus 其实都是类似的 包括手柄也是类似的设计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 比较认真的催一杯浓缩的话 自己有磨豆机的话 还是推荐买一个 你是无底的或者是有底的都可以 最好就是粉碗是不带增压的 那关于怎么去调节这个 萃取的参数 然后怎么去萃出一杯好的浓缩 我之前有详细的拍过一个系列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 我会放在右上角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 无顶手柄 其实我觉得这种手柄 放上去感觉这个机子就高级了很多 就是木柄的 这个手柄也不贵 就是在国内就更便宜了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可能人民币不到一百块钱就有 然后这边的话我因为没有办法从国内寄过来 所以说大概人民币一百五加之以三十多块钱 但是提升还是很明显 那首先它这个粉碗其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相对来讲它的碗比较直 萃取一下其实还是比较均匀的 那同时它也可以放更多的粉 我试过这个的话可以放到十八十六克的粉都是OK的 那你也可以买是种就是油底的也是一样的 粉流嘴的都是OK的 那这种手柄的话就比较容易帮你催出一杯好的浓缩 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来先来试一下做一杯浓缩试试看 那参数我已经调好了 我先去磨个粉 那我们一会就来 那我这样粉就磨好甜也好 就像这样正常甜也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是刚刚开的一包新豆子 说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送我帮我带的一包 不知道怎么样 那我们来几个试试 留素看起来是稍微快了一些 而且可能这个豆子不是特别新鲜的 Creamer不是非常明显 那我刚才是脆了十六克的粉 然后最终是大概三十多克的这个咖啡液 其实是流速有点快 不过就不再试了 不过整的看起来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的 整体效果如果调整一下 其实它的萃取的能力其实不差的 稳定性然后压力各方面肯定是跟 别说跟商业比较 就是跟一般好一点 像我之前的161的机器呀 是没有得比 但是整体来讲 在家里面我觉得能到这种效果 其实是不算差的 那我们来尝一下 再调整一下 还可以 因为我朋友没有那么等咖啡嘛 豆子就是买的比较传统那种深烘的豆子 但是我觉得能感觉出来 它的萃取的压力其实是没有那么稳定的 不过我觉得自己家很 因为特别一开始买这种级别机器的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喝奶咖啡为主 所以说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Espresso机体应该很不错 那说到这种机子的话 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蒸汽 它现在是这种咖啡萃取模式 那如果用蒸汽的话 你去按一下蒸汽键 让它再闪住 就要等一段时间 不过总的来说 因为它是加热块的 所以速度当时还OK 我觉得可以接受 大概半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移过来 那我再把这个手柄卸下来 应该这个手柄它本身里面的这个粉 有一点点湿了 但是总体来讲 粉还是比较结实的 所以压力还是可以 那说到蒸汽的话 把这个Espresso倒进来 那说到蒸汽的话 我之前就讲过这种 桶状的蒸汽棒 那这种蒸汽棒的话 如果你完全不会打奶的话 是可以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自己来进气 但是它没有办法打得很细腻 然后你进气的程度啊什么的 都不是很好控制 虽然它有两种模式 一个小孔一个大孔 但是都不是很好控制 所以如果你想真的 就是打个可以拿花的奶泡 那你完全可以把它下掉 那就变成一个这样 虽然是塑胶的 但是它其实就是默认成为一个 比较短的单口的蒸汽棒 是可以打奶泡的 那我之后会再拍一个视频 教大家怎么用单口蒸汽棒 或者这种小机器 他们来打奶泡 那我今天就稍微演示一下 那奶在这里 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个咖啡缸 稍微更多的倾斜在这个地方 就尽量让它这个蒸汽口 是对着就是钢壁的 可以造成一个气流的折射 然后可以做旋转 然后一开始进气 要比较刻意的就是多进一些 把就是口多录出来一些 然后多进一些气 我们来试一下 用来试一下 用来试一下 但是现在进去 这个东西进的差不多了 效果上肯定是不如商业的 会高端性家用的 打个缸 但是总的来说奶泡也算是绵密 也算是绵密吧 就是可以用 而且这种速度其实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概打热的话 像那样一缸的话 也就是40秒左右 看看能不能拉 做一个简单的拉花 是ok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我尝一口 整体奶泡也是比较绵密 口感很不错的 因为它打得慢 所以就反而你气泡比较容易 切得比较碎 像我一开始学咖啡 就用的是辣妈这种级别的机器 拿这个奶泡就是 进气三秒钟就厚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 所以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基本上简单的拉花 然后萃取都可以 我觉得所以说200多 总价格就是价币 我觉得还是ok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机子的话 说到这个机子的话 就是我觉得 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 比我之前那台机子 其实这是普遍162机器 因为整体来讲的话 我之前有专门讲过一期 怎么去选过咖啡机 怎么选过一时机的一期视频 那那个里面其实就是提到 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就是好一些的咖啡机 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无论是商用也不谈 就是家用的机子 比较常见的一种161的机器 那在国内的话 还有像会加这种机子 还必须 北美的话就基本上全是161 那161的话 预热时间会非常长 不但是过度 因为161它主要的 冲煮头的温度是需要预热的 所以它冲煮头的温度预热 要比锅炉更慢 所以说就预热时间很长 那这种机子的话 如果家用的话 我甚至可以早晨 做一杯给Eva上班喝 因为预热的话 只要30秒左右 那如果说你要是类似 像伯父的Bambino Bambino Plus 那3秒就可以机 就可以用了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 反而对于家庭来说 有便宜有小巧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所以说买下来 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而且我很推荐 如果说你预扇不是很够 你宁可买一台这样的机子 做咖啡机 然后比摩托机稍微买的好一点 那最近这种比较低价的这种 一式摩托机其实越来越多了 可能三四百块钱 对吧 就加币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反正你买这样一个摩托机 其实配合下来的效果其实不差 基本上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还有一点 就是像这种机子的话 它是分单杯双杯 其实它就是设定时间 就是萃取多长时间 那很简单就是 它就是你萃取的时候 一直按着这个键 什么时候松 25秒松 那以后这一个键就变成25秒 那这个如果是30秒 那以后就是30秒 那其实比 就更像刚才说的 比那种完全手动 一流一的机子 或者一些 就是哪怕像相比于像这种 Namazoco的mini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更方便一些吧 当然那种机子就是 你会更追求 Aspresso的品质 大奈的品质 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入门 想玩一下 我觉得上了这种级别的机子 我觉得就是 配一个不差的摩托机 我觉得已经可以让你就是 打开一个 就是意识入门的大门了吧 因为机器坏了之后 因为我之前也 是一个小众品牌的 意大利小众品牌的这个机子 那修起来是蛮麻烦的 所以说 我有考虑要不要换台机子 我肯定同样档次的 我也不想再要了 再往上的话 最低也是像Lily Bianca 这种级别的机器 Rocket R58之类的机器 在网上就是mini之类的机器 那这种机器的话 其实价格其实真是不便宜的 起步加币就要快4000 那mini要7000多 那其实中间是蛮大的断档 所以我突然发现就是 你在家做意识 其实是有蛮大门槛 那试了这台之后 我觉得如果只是你入门 然后只是想尝试一下 或者价面只是想做味道还OK的 这样的奶咖 那我觉得这种机器的话 一定可以让你体会到咖啡店 至少80% 七八十的这种体验 我觉得还不错 之后会做一个 叫怎么用这种小的机子 来去打 就单孔 然后蒸汽不是很够的这种 家用机 小心家用机 怎么来打奶泡 我后来看网上 这个蒸汽棒是可以换的 那我想换一个 到时候我再拍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看 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看有一个 有些人他用那种蒸汽棒 甚至可以做一些组合的拉花 什么的 那这样的话 效果其实是不差的 我到时候拍一个那样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 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还想看到 相关咖啡的小视频 或者我和伊瓦在加拿的生活 那请订阅这个频道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尽快给大家解答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